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空中轻轻地飘呀飘 爱丽克推开了百货公司的旋转门 精神奕奕地走了进去 百货公司里面很热闹耶 地板闪闪发亮 顾客看起来都很开心耶 这时空中飘出来了食物的香味 爱丽克摸摸咕咕叫的肚子 哦 我都忘记我还没吃午饭呢 于是爱丽克走进了餐厅 哦 有牛排 龙虾 火腿烤鸡 还有炸鱼 螃蟹 沙拉耶 爱丽克把点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 又加点了两个蛋糕 圣袋 布丁 还有三杯咖啡 哇 吃了这么多 结果 餐厅的老板出来说 爱丽克 这是您的账单 不过发生了一件大事 爱丽克突然发现 他忘记带钱包了 这时候餐厅的店长出来了 既然你现在没有钱 那你就在我们的百货公司上班 用薪水来付账吧 是 我会努力工作的 就这样 爱丽克被安排到了 百货公司的冰淇淋专柜上班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爱丽克给冰淇淋特别多 客人都非常的高兴耶 但是店员杰瑞的脸 变得跟薄荷冰淇淋一样绿了 这样冰淇淋很快就没有了 真是抱歉 爱丽克 你可能要到别的卖场去了 于是 爱丽克来到了化妆品专柜 他看到同事玛丽亚帮客人化妆 他也学着涂口红 在脸上铺粉铺 吼吼 鳄鱼装好了 大家看得都笑哈哈 结果 专柜小姐把爱丽克带到后头 不好意思 我想你还是去别的专柜 比较适合 这次 爱丽克来到百货公司的玩具部门 她的工作就是在游乐园陪小朋友们玩 每一个小朋友看到爱丽克都兴奋地 在她鳄鱼的背上溜滑梯 还有一个小女生居然钻进爱丽克的嘴巴里玩耶 啊 我觉得小朋友会被吃掉 小女生的妈妈尖叫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好意思 能请你去别的专柜吗 爱丽克又被请走了 后来爱丽克一路游晃到百货公司的女装部门 手工艺部门 厨房用品部门 甚至家具运动用品部门 不管走到哪里 她都待不下去耶 最后 她来到顶楼的空中花园 园丁先生一边整理花圃一边说 嘿 爱丽克 请把那个绳子拿过来给我 好的 马上来了 爱丽克迅速地把身边的绳子解开 哇 她解开的竟然是广告气球的绳子 结果 爱丽克随着广告气球已经飘上了天空 气球被风一吹 离开百货公司飘得越来越远 只见爱丽克战战兢兢地往下看 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跟兜子一样小了 啊 她心想这下可糟糕了 就这样在空中随着气球飘着飘着 气球来到了海上 救命啊 我得回百货公司去耶 谁来救救我啊 爱丽克大声地喊叫 一群海鸥听见她的呼唤 全部都飞来帮忙了 我们带你回去吧 于是气球转往百货公司的方向 缓缓地飘回去了 在空中一路上飘呀飘呀飘 轻轻地飘 每一个人都看到鳄鱼气球都吓了一跳 连新闻也报道说 您现在所看到的是一只空中飞的鳄鱼 似乎还拉着班顿百货公司的布条呢 有一只鳄鱼在天上飞 快快快快快 我们要去看看 班顿百货的员工和客人 全部聚集在空中花园中 这时候 百货公司的老板也微笑地出来迎接 艾丽克 谢谢你 你把镇上的人都吸引过来了 这可是班顿百货开幕以来最棒的宣传 现在艾丽克已经在船上了 班顿百货事件让他变得非常的有名 虽然百货公司老板希望他能够留下来 不过艾丽克还想继续去旅行 所以他礼貌地拒绝了它 就这样 艾丽克再次展开新的旅程 哈喽小朋友们 如果喜欢听温妮妈妈说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记得要请爸爸妈妈帮忙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